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視頻,我是奇哥 日前有傳,港府計劃放寬晚試堂食的時間 由埃曼六點結束,放寬到夜晚九點或者十點 誰知話口未完,港府宣布相關禁堂食令延長到今個月的二十五號 正所謂無鬼不死人,傳媒既然收到風聲 十至八九都是勢在必行,很明顯是高層見細色不對臨時叫停 正如有專家說,從防控角度看,現在還未是時候放寬防疫措施 事關現在本港每日確診人數仍然維持雙位數 不少都是屬於來歷不明的個案,反映病毒已經深入社區 就昨天而已,香港有新增超過七十宗的確診個案 當中只是攜衝貨櫃碼頭,已經佔了大約一半 不難估計,港府如果真是放寬晚試禁堂食令 以今日的我打到昨日的我的一幕 不用多久,又會重演 哼,到時了,差不須拿來衰的 話說在很久以前,有一種速度叫做香港速度,令世界清善 今時今日,另一種叫做香港政府跪低的速度,同樣令世界震驚 港府製出今晚試禁食,因為連員工食堂照禁,引來全城怒轟才知需改正 跟手又說將禁堂食令擴展至全一,結果大家看到 眼看搞到全港市民沒口好吃,港府才開放社區會堂給市民開飯 之後又放寬五次堂食,今次意欲放寬晚試禁堂食令 更加是未出發先跪低,令人嘆為觀止,厲害 今次傳出港府放寬晚試禁堂食令 社會各界異口同聲示警,總算學得停那些港官 有專家仍然為超為妙 說如果當局只是抱著買大小的心態而不去加強追蹤確診者的接觸史能力 以及縮短確診者發病至入院的時間 貌貌然放寬禁堂食安排 可能會導致疫情再度大爆發 好一句買大小的心態 去過賭場的朋友都知道 很多買大小的賭徒都不覺得自己是搏一鋪 而是覺得自己捉到路 一個一個拿了支筆 把每一鋪的記錄分析走勢 殊不知其實每一鋪的結果或言率都是一樣 連開十鋪勢不代表第十一鋪開大 看回港府應對疫情 其實都是禁啥心態 之前晚六朝五禁堂食 被人質疑到底病毒是否好似高官 定時定後上班下班打卡 今次港府決策彈攻守 好可能也是對公眾反應捉錯路所致 難為港官阻一句防疫張次有道 又一句在防疫和市民正常生活之間取得平衡 大家看到現實的是 港府防疫措施進退失據 市民生活大受影響之餘 疫情未受壓止 飲食業界亦都頻臨黑食 到頭來全港都是輸家 香港之所以搞成這樣 皆因港官全部都是推給人 差不多所有抗疫措施 不管是食肆禁堂食 還是強制戴口罩 全部都是要求市民自律 反觀人工更高於特朗普那班廢官 卻沒有做好自己的拍 最簡單一件事 港府之前豁免部分人士免檢疫入境 變相對病毒大開中門 市民就算怎樣加強防範都沒有用 而除了合法入境的人士 警方日前在油麻地和尖沙咀 倒破多個違反停業令 以捉獄按摩作招來的賣淫場所 拉了多個內地和外籍女子 用不容易密切接觸 搞到病毒大傳播 還有不罵不得的 是港府病毒檢測能力長期落後於形勢 直到最近只向阿爺求救 有多少隱形病人潛伏社區 一直都沒有人知道 就講貨櫃碼頭高危的人員 當局早前增加派發取養的樽檢測 派出的三千多個裡面 目前只有千多個完成化驗 後面還有七八千個排隊 萬一病毒擴散至碼頭以外 後果不堪設想 一場世紀疫症 再次將港府平日衛生工作不堪 暴露世人面前 堂堂國際大都市 老鼠樂園搞到痛處都是 一幅街市群鼠炭朱渴圖 令人不禁壓碗長炭 瘟疫橫行災禍多 港府無奈暑貝河 好了 今集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覺得是like 搞錯還是食花生 投票告訴我們 麻煩要杯二手凍檸茶